被當局以泄密罪 重判12年的六四天網創辦人黃岐 上訴阻礙重重 黃岐的母親14號前往四川省高院遞交材料時 遭國保阻止簽署律師委託書 六四天網創辦人黃岐一審宣判後 她高齡86歲的母親蒲文青 想聘請律師為兒子代理上訴事宜 但四川當局阻止她與律師見面 還威脅律師不得代理黃岐案 10月14號 蒲文青在四川綿羊國保的全程刊管下 來到四川省高院遞交二審材料 當時在場的四川訪民武肅雲向媒體透露 國保阻止蒲文青在最關鍵的律師委託書上簽名 也在現場的四川訪民周俊表示 在當局阻擾下 蒲文青請不了律師 但是委託書必須要她媽媽接委託啊 不讓接觸的媽媽怎麼接委託書啊 除了 四川訪民胡女士表示 律師無法介入黃岐上訴案 黃岐只得自行上訴 她母親為她提供證據 黃岐在獄中遭受虐待迫害 病情嚴重 被當局軟禁的蒲文青也承受巨大壓力 擔心再也見不到兒子 蒲文青患上肺癌 體重下降14斤 她身體上 她準備出現金 還來做以後 反正我看見她老了 瘦了 她不太不好 她家裡都住得不好啊 不滿大的事 24小時把她收著 本來就不應該探案的 有不衝突 她洩露國家欺避 哎呀 他們都是要打壓她 不讓她擋一天 晚上找到這麼出面的東西 今年56歲的黃岐 是中國著名人權活動人士 六四天網創辦人 未訪民 異議人士 法輪功學員等弱勢群體發聲 同時揭露中國社會的黑暗面 今年7月29號 四川綿羊中院秘密宣判 以所謂故意洩露國家秘密罪 和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 判處她有期徒刑12年 新唐人記者雄斌 陳潔 中原採訪報導 Naz staying of the game 我喜歡 多綿群體發聲 感谢观看